这几个月来 OpenAI的能工智慧技术的发展 引起了人们对于其对人类工作的影响的关注 许多人担心能工智慧技术会取代人类工作 从而导致大规模失业 探讨OpenAI可能取代的一些人类工作 包括记者、翻译、律师、顾问、城市工程师等等 并评估OpenAI的这些工作的影响 1.记者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中 记者需要进行现场调查 采访和写作等多个繁杂的过程 然而,随着OpenAI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 记者的工作已经开始受到威胁 OpenAI已经可以生成高质量的新闻报道 这些报道看起来就像是由人类记者写的一样 此外,OpenAI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语言和风格 生成符合要求的新闻报道 因此,可以预见 在未来,OpenAI可能会取代一部分记者的工作 尤其是简单的新闻报道和资讯收集等工作 2.翻译 翻译是一种高度技术性的工作 需要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然而,随着OpenAI等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 翻译工作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化 OpenAI已经可以通过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机器翻译 并且可以在翻译的同时进行自动校对 此外,OpenAI还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同声翻译 并且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翻译结果 因此,可以预见 在未来,OpenAI可能会取代一部分翻译工作 特别是对于常见的语言 3.律师 律师是一种高度专业的工作 需要对法律体系有深入的了解和解释 然而,随着OpenAI等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 律师的工作已经开始受到威胁 OpenAI已经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生成法律文件和解释法律条款 此外,OpenAI还可以从海量的法律文本中提取关键信息 并根据具体案例进行判断和推理 因此,可以预见 在未来,OpenAI可能会取代一部分律师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标准化和程序化的法律工作 4.顾问 顾问是一种高度专业的工作 需要对产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有深入的了解 然而,随着OpenAI等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 顾问的工作已经开始受到威胁 OpenAI已经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海量的企业数据 并根据分析结果提供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此外,OpenAI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客户需求 并根据不同的场景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因此,可以预见 在未来,OpenAI可能会取代一部分顾问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标准化和程序化的顾问工作 5.诚世工程师 诚世工程师是一种高度技术性的工作 需要对不同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有深入的了解 然而,随着OpenAI等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 诚世工程师的工作已经开始受到威胁 OpenAI已经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自动生成代码 并且可以根据特定的需求进行优化和改进 此外,OpenAI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生成和检索编程知识 并根据具体场景进行应用 因此,可以预见 在未来,OpenAI可能会取代一部分程式工程师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标准化和重复性高的编程工作 总的来说 随着OpenAI等人工智慧技术的不断发展 其对人类工作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许多传统的人类工作 可能会被自动化和智能化所取代 拜拜 谢谢大家